平川说电竞天天了不熟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冷静大战 地图是CH隐秘之谷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置 出身在地图右双角的是蓝色的暗夜精灵选手莫恩 好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人族选手普通话布丁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蛋总 本场比赛是今年夏季赛的一场比赛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人族这边首发的是大法师 暗夜精灵这边首发的是KOG 从目前双方的首发英雄来看 打法还是比较常规的 KOG一上来把这个三级胖子练掉 打了一个头环 然后立刻马不停蹄冲向了这个人族的家里 大法师敲民兵练完 这个效率还没这么高 大法师打了一个加三的戒指 KOG技能还没有点 依然上面还显示一个一开始缠绕 还是升这个小树人 双方碰面 哎 对掳了一下 发现掳不过啊 KOG赶紧撤 双线这一边的话 好 双线这边 被这个富特曼抢了一个怪 导致KOG是吧 经验非常的少 然后大法师一不小心升到了二级 非常舒服 好 大法师接下来应该是要开分框 KOG目前主要的目标就是延迟 是吧 阻止对方开分框 尽量拖一点时间 看一下 人组瞧了七个民兵出来 这边小精灵想过来爆一下 爆一下血元素 大法师赶紧把他们给赶跑 科技方面的话 暗夜精灵 二本刚升了三分之一 好 小精灵小精灵 拉过去想去爆一下 但KOG小心啊 好 爆完一个小精灵 另外一个小精灵 找好时间点 继续追着这个 哦 水元素 血量还是剩一点 直接啊 被这个小树人给摸掉 那KOG升到了两级 继续招小树人 哇 这边的农民血好残呀 继续杀这些小农民 这一波前击开矿 暗夜 有点小壮啊 倒是人组这边亏的有点多 农民阵亡的数量有点多 好 人组再一次敲 敲了三个民兵过来啊 为了开这个分框 也是拼了 好 刚刚敲的将近七个还是六个农民 只剩下一个啊 这一个的话 只留下一丝血 好 大法师 练完自己的分框 成功到达了三级 暗夜这边啊 本季将升好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 人组要不要找机会冲一波暗夜 自己的分框目前在慢慢的敲 暗夜可以想办法啊 招一下小树人绕过去 不过KOG现在等级有点低 只有两级 两级的话一次只能招两个小树人 四个AC在这里再练一波级 但是大法师就在旁边啊 大法师走A走打 再招出了二级的水元素 二级水元素就是水坝吧非常的强 好一个A直接把小树人带走 那这边 咦 这边这个小AC哦 赶紧应声赶紧应声 大法师有点强 一个人阻止了暗夜练这个点 好暗夜招出了纳家 把人组这个二级水元干掉之后 大法师有点顶不过 赶紧撤一波 看一下大法师有没有买个鞋子 诶 大法师买一个鞋子 后续这边富特曼有没有伸好顶顿 顶顿一伸好 打AC还是蛮好打的 现在大法师啊 以一己之力阻止暗夜去骚扰自己的疯况 哇这个纳家的名字叫毒舌女士啊 很中文化呀 你看KOG倒是蛮欧式的啊 赛里德温 好有个小AC泡温泉啊 泡得非常的舒服 这边把两个小精灵拉了过来啊 随时去抱一下这个大法师的水元素 好看到一个老单的步兵 KOG直接把干掉升到了三级 三级的KOG啊 这一波进攻能力就有点强了 看一下人族分矿只有一个圣塔 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单薄啊 现在暗夜带着大部队 来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进攻 这边 咦 这边的话暗夜没有升三本 没有升三本 先二本啊 来一发非常强势的进攻 看一下 步兵有没有升这个顶顿啊 步兵要是升好了顶顿的话 这一波还是可以勉强守一下 好 现在开始 小AC开始骑射这个圣塔 圣塔射完的话 这边小数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好 富特曼顶顿往上去冲 这些ACAC要各个拉扯一下 55 好 打完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一下 步兵损失有点大 AC 木屋的AC拉扯啊 确实非常的艺术 在步兵往出去跑 往出去推AC的时候 分框一直在补塔 但是这边木屋发现得非常及时 直接又把一个塔比斯给打掉 这下弹总风啊 把家里的几乎所有的名兵敲了出来 再一次把这个暗夜赶跑了一点点 但暗夜马上回头又继续打 大法师一个人好难受啊 这边小数人冲过来继续杀这些农民 AC这边的话 大部分残血的AC拉回家里 又有两个AC到达了战场 目前五个AC 后面还有两个AC补过来 哇 顶顿这个步兵非常的强啊 顶顿步兵打AC很强 这最后还得靠这些小数人来处理这个步兵 现在人族再一次把民兵给敲了出来 哇 这人族为了守这个分框啊 真的是拼了呀 民兵敲了一波又一波 他现在就想拼个时间差 只要分框起了两个箭塔 那这个分框就能保下来了 好 民兵再一次敲了出来 这一波暗夜啊 稍微退让一下 确实民兵一开始敲出来是很猛的 好 步兵步兵继续顶顿去杀这些小AC啊 残血的AC一直往家里去拉 某某的操作非常的细 哎 这一边这个箭塔升了一半啊 但是暗夜再一次来冲 哦 那加一个闪电X 这个看一下 哎 这个塔坯子又要被打掉啊 又要取消了箭塔 双方这一个攻防战实在是打得有点凶啊 人族开始升二本 二本即将升好 二本即将升好 只要二英雄能出来 那暗夜的这一波强势进攻就能化解了哈 民兵哦 已经是第N字敲出来了 这家里的这个惨木啊 应该会受很大的影响吧 现在暗夜三本已经升好 三本升好 散发了一个炼金 那现在接下来后面啊 三英雄买毒球加AC射射射啊 非常的强势 人族只能靠顶顿弧度慢来撑过这一波 然后后期的话 如果能过渡到三本出急事 那就可以胜利了 这边继续完善一下自己分宽的防御 造一个铁匠铺啊 很好的卡一下对方的位置 只要箭塔能起来两个 那这个分宽就有点稳了 现在是依然是大法师一个人 带着顶顿福特曼来挡AC的这一波强势进攻 看一下人族 发MK好 MK即将走出来 MK出来的话 这波人族啊 稍微最难过的一关 应该要顶过去了 好 KOG成功升到了四级 哇 暗夜这一边 四三腰的等级 人族只是三腰的等级 好 一个锤把一个小AC给带走 现在人族啊 只剩一个富兵了 哇 阵王有点凄惨啊 分宽 一个箭塔终于起来了 目前目前只是KOG有一个独球啊 等后期那家炼金啊 都有一个独球 再加上这个 再加上前面有这个山顶巨人来当肉队 那那一波的话 人族啊 必须最好要升到三本 确实啊 当初的话 本场比赛是今年夏季 黄金联赛夏季赛的一场比赛 在此之前 暗夜用这个战术 基本上 虐了无数的人族 很多人族啊 直接说根本打不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弹总和这个 英飞啊 就特意 特意开发出了 人族这一套体系 直接用顶顿富特曼硬撑啊 想撑到三本 然后出骑士 好 MK一个锤 把那家给锤掉 想把那家给干掉 那家赶紧往后拉一下 这 好 这边富特曼赶紧过来 去砍一下这边AC 双英雄 哦 双英雄直接把三级那家给带走 哇 真的是在万钧丛中啊 取敌将首级 大法师 大法师身上有一波血瓶 有无敌 有回尘 可以 装备还是比较多的 好 现在开始想杀KOG 大法师顶起了无敌 KOG KOG交回尘吗 KOG还想再硬撑 KOG才想再硬撑 好 想把这个 想把这个 哦 这 这 这个伤害没有估计好了 本以为能把这个 MK杀掉 然后点回尘 但MK 有这个难物啊 一直给他加血 这个血量没有控制好 这一波 哇 这一波弹宗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反击战啊 这也 前期打了将近啊 15分钟 一直被暗夜压着 MK一出来 加上南无一出来 这形式开始有了反转 这一下把对方一个四级一个三级的英雄给击败 好 但总终于有时间可以稍微缓一下了 现在开始升三本 三本一升好 骑士一出来 那就轮到人组开启了进攻的号角了 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 暗夜开始有山顶巨人了 山顶巨人往前一顶 非常的猛 大法师目前是四级 让这个MK单独练一下 练完这一波的话 MK可以升到两级 一大半再练一下这个商店MK到三级的话 那KOG和这个那家就危险了 好那家出来买一个毒球 那现在人族 人族看一下 能不能挡住这一波强势的进攻 像当初啊 那像当初暗夜最强的 那个这个这套体系啊 最强的就是这个时候 是吧 三英雄啊 两英雄拿着这个毒球 然后前面有这个肉盾挡着 后面有AC输出 AC目前是一攻凌防 好 MK升到了三级 MK升到了三级 终于可以 诶 这个KOG稍微有点迷路了呀 幸好幸好能够 躲开了这个MK的锤 这一锤一围杀就没了呀 看一下 哪家哪家危险了 MK一个锤 诶 这个山顶巨人一个吼叫啊 直接把这个步兵的仇恨吸引了过去 所以没有及时围杀掉这个那家 好 这边 小AC隐身 人足及时洒了一把粉啊 非常针对 就知道你会隐身提前买好了粉 看一下MK MK这边继续追着这个三级那家来打 MK顶起了无敌 哦 直接保存 保存回去的话 但是KOG怎么办 KOG身上没有回程 好 现在炼金有一个大无敌 炼金大无敌可以给 给这个KOG 不过这个时候大发师血量撑不住了 哎 回程 MK最后一个锤把这个KOG带走 哇 这个双方这个英雄啊 非常极限 4GKOG倒下 直接买了出来 好 现在人足开始生小炮的粉碎 看一下三本骑士出来了吗 好 已经在出骑士了 现在是暗夜最后一波进攻的机会啊 只要骑士一出来 这些AC都是一些纸老虎 MK一个锤 那家那家危险了 那家赶紧撤啊 好 现在这是暗夜最后一波强势 最后一波强势看能占多少便宜 弓箭手啊 已经两弓一防了 两弓一防弓箭手 现在人足看一下 人足骑士出来了没有 人足骑士一出来 然后牧师升一下心灵之火 那暗夜可能就打不动这个人足了 帕拉丁 三发帕拉丁也出来了 现在只要等 等自己的骑士出来 好 现在心灵之火已经升好了 直接啊 把英雄给套上心灵之火 水元素也套上 水元素也套上 直接开始进攻了 暗夜直接拉小精灵过来爆一下 细节做得非常不错 好 第一个骑士到达战场 那接下来小AC就有点危险了 好 第二个骑士继续到达战场 一个锤 看一下 一个锤 KOG KOG会被围杀吗 KOG走位还是有点小心 刚才小精灵爆的非常厉害 直接把MK帕拉丁的魔法之爆的七七八八 这边骑士继续后排 图这个AC 英雄啊 及时用牧师来保护 好 大家升起了自己的这个护盾 稍微可以撑一会啊 否则这个三级MK一个锤下去啊 确实有点难受 哎 暗夜这一步啊 依然还是听过 通过自己兵力的优势 把两个骑士给干掉 撑过了这一波 但是越往后期的话 人族骑士越多啊 越没法打 大家保存回家 喝一下井水 有魔法池 可以开护盾 可以暂时撑一会儿 现在KOG即将到五级 好 人族这一边又有两个骑士出来 要不要买个裙补呢 好 人族买一个回程 打法师也即将升到五级 哎 MK MK会不会的地方击杀 MK看一下对方的一个位置 好 不过这个是一个幻象 看一下暗夜 接下来怎么取舍 要开分框吗 感觉现在再打下去的话 人族这个心灵之火 加骑士都出来了 继续打下去的话 暗夜 胜速比较低 比较低 比较低 牧师过来驱散一下这边的小树 来 哦 MK一个锤 KOG被锤晕了 接下来四级那家二级闪电插冲了过来 小精灵小精灵过来继续抱一下 对 现在全靠这个小精灵续命啊 没有小精灵的话 这暗夜早就一波没了 好 这一波继续冲 再一次把一个骑士干掉 炼金升到了四级 好 这边看一下 哎 那家那家那家非常危险 MK一个霸虚 那家极限顶起了无敌 好 那你有无敌 我就杀KOG KOG啊 KOG身上有无敌 也有回程 KOG看看要不要交回程 哦 继续一个锤 哎 能交出来吗 能交出来吗 哦 交出来了 没有没有 直接磕了一口血 喝了一个群补 喝了一个群补 大法师危险了 大法师危险了 大法师直接交TP 好 这一波团战之后 人族部队越来越多 暗夜这一边的话 部队有点跟不上了 现在主矿只有200多块钱 没有钱了 暗夜要没钱了 但是人族啊 双矿运营 这兵越打越多暗夜 一矿打双矿的时代过去了 哇 像当初暗夜这个战术的时候 真的是一矿打双矿呀 也稳赢 但现在 现在骑士一出来 这后排这个小AC完全没有输出环境 好 这边多个骑士呀 五个骑士 套着心灵之火往前冲 这暗夜怎么打 有点难处理 一 我差一点想把这个KOG给围杀 直接一个保存 现在云道人族开始进攻了 哎 想围杀这个山里巨人吗 哎 不想围 山里巨人实在是血太厚了 现在人族啊 主要就是去打这个AC 而暗夜啊 主要还是靠AC和三英雄 但是 现在部队 对方的部队太克制暗夜了 暗夜没办法输出啊 没有输出环境 唯一两个肉的山里巨人又没啥输出 对方也不想打 好 这一波想把人族法师部队给秒掉 但是对方啊 及时反应过来 好 小精灵最后来爆一下 把法师部队的魔法值全部爆掉 KOG再一次被保存回家 哎 帕拉丁 撕尔血 帕拉丁 没了 一个毒过去 好 但是 哇 这些男物一直在拼命的 拼命的奶 这四级炼竞啊 追着一个帕拉丁杀了半天 居然没有杀掉 这边AC家里爆的已经差不多了 最后还有两个小AC 好 现在人族已经计不择时了 是吧 因为山里巨人也要杀 杀完山里巨人 MK升到了四级 帕拉丁升到了二级 浩梦 打出了寂静 我们恭喜弹总啊 这一局真的打得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在那个时间点啊 在人族非常低迷的时候 弹总和英斐 两个人互相研究 得出了这套战术体系 直接破了暗夜的这一个 非常强的战术 好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 下个视频 下个视频